recent 我們看音節 第一個音節在re 我們念成cent 中音節如果在第一個音節整個字 我們就念成recent recent 這個字當作形容詞 它的意思是最近的進來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它的副詞也很常用 那個字就在後面加ly 就變成recently 好 我們來看一句 a recent study show that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college graduates to get a job now than it was 5 years ago a recent study 這個我們可以順便記一下 就是最近的研究 研究怎麼樣呢 那當然就是顯示了 好 它顯示出一件事 所以這個that引導的 是一個名詞子句 在這邊當作記錄動詞 shows 的授詞 好 這個最近的研究顯示出這樣子的結果 shows that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college graduates 好 這件事情呢 比較困難 對誰而言呢 for college graduates 大學畢業生 我們英文就念成college graduates 對大學畢業生而言 他變得比較難的 好 這個他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後面的真主詞 to get a job now to get a job now 好 就是呢 現在呢 要找到工作 是困難的多 好 比什麼時候開始比呢 好 這個then 則就是比較 than it was 5 years ago 那是it was difficult 好 現在的困難 跟五年前的困難 比較起來 現在比以前困難的多 好 所以呢 這個字 我們就念成recent 形容詞 最近的 進來的 好 還 解釋一下 好 秒鐘 感谢观看